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那年生下了我妈妈 1966年蓝星铁路的乌兰段全线交付运营 这是新疆第一条铁路 在这之前新疆没有一条铁路 只有几条简单的公路 交通运输大部分靠骆驼和毛驴 当然这条铁路的通车 并没有给我的姥姥生活带来任何改变 我姥姥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 直到九十年代 跟姥爷一起回老家 才第一次坐上了火车 姥姥的年代 结婚不看长得帅不帅 也不看是不是有车有房 就看能不能吃苦 我姥爷当年是个货车司机 这在交通运输 大部分靠骆驼和毛驴的年代 是个特别高大上的工作 所以姥姥对我姥爷特别满意 我姥爷一年四季天南海北的跑 一个月在家只待一两天 他对于这个家来说 就像是一个过客 生我妈的时候 姥爷也没在身边 尽管这样 我姥姥一手神奇地带大了四个孩子 挑水 修家具 修电灯 所有男人能干的活他都能做 对于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说 生孩子 带孩子 洗衣 做饭 是她们一生必须完成的任务 姥姥的年代 19岁 意味着安稳 妈妈的19岁 是1985年 80年代新疆19岁女孩 开始考虑结婚了 所以姥姥也开始给我妈张罗 朋友向姥姥介绍了我爸 姥姥偷偷瞒着我妈 自己去见了我爸 我爸其实年轻的时候 见到女孩子会脸红害羞 见到姥姥之后 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 就这样 我姥姥还特别满意 说害羞的男人老实 结果这个老实的男人 跟我妈第一次约会 就带他去看了电影 在那个牵手就算耍流氓的年代 答应跟一个男孩子去看电影 基本上这事就定下来了 后来我爸跟我说 那天你妈穿了一身红色的连衣裙 真漂亮 在那个年代 老爷认为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 就把我妈安排到了工厂上班 那年正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成立三十周年 大街小巷挂满了横幅 工厂里的广播 每天循环宣传着这一盛事 但是我妈一心只想考大学 所以她只能边工作边学习 她为了能考上 每天半夜偷偷拿着手电筒 蹲在院子里看书 一年以后 她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 那时候我妈就觉得 她这辈子不能只当一个工人 妈妈的年代 十九岁意味着改变 我的十九岁 二零一三年 我大一 那年我们同龄人 对外来文化已经新年地接受了 喜欢欧美流行的装扮 也是那年 第一艘航空母舰建立的时候 我跟我爸在电视上 看到梁林健的时候 我爸转头跟我说 如果有一天 你能上大船就好了 我当时想 这怎么可能 我虽然很向往外面的世界 但那是辽宁健啊 我能登上去吗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 半年以后我还真登上辽宁健了 那天我给我爸打电话 特别兴奋 我就说 爸 我可以上辽宁健了 电话那头 行吧 我知道了 那你好好工作吧 我爸还强装镇定 但是隔着电话那头的我 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兴奋 我的年代 19岁 意味着远方 上次演讲完回去之后 村里的小孩都成了我的粉丝 有一个读初三的小女孩 我每次见到她 她都是穿着迷彩服 我就问她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穿迷彩服呀 她说 我想长大以后 像你一样成为优秀的女兵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特别伟大 我居然能用我的这能量 去让一个小女孩 对未来有了梦想 这对我来说 是世界上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相信她的19岁 会更加绚烂 我们家三个19岁 经历了三个时代 也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姥姥的年代 从南疆到北疆 公车要走15天 妈妈的年代 火车走5天 我的年代 飞机只要一个小时 过去 每家每户 只有几匹马 几只羊 现在出门跨上摩托车 电瓶车替代了毛驴车 越来越多的农民 进了工厂 有事干 有钱赚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走出新疆 走向世界 新疆 从一条铁路都没有的地方 现在成了交通发达的 现代化城市 从西部大开发的排头兵 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再到丝绸之路 核心经济开发区 新疆走过了60年 这60年充满了腾飞和希望 如今 我特别感谢我这个时代 因为它赋予了我可以做梦的资格 因为它赋予了我可以有梦想的权利 因为它赋予了我可以实现梦想的机会 谢谢 谢谢